好像有一個標誌在這裡 在螢幕上就看到一個標誌 因為我現在的鏡頭是一樣的 所以我用左手 應該能夠認出橙色點 我應該是可以認出 橙色點在哪裡 這裡 哦...橙色點 我們先試AR 顯示顯示 OK AR顯示顯示 如果我們在AR不帶著來看 就會看到正方形 那我們指著ManMarker就出對應的正方形 那其實是你可以放什麼Model都可以的 你放OBJ檔那些都可以 只不過我方便就Rank過正方形而已 那好吧 接著就OCR 那其實Google Translate API可以用Python博的 那其實都是很快的 只不過方便起見我們暫時沒有幫助 因為它是斷子抽錢的 那 那因為我們這個OCR是拍一個ViewImage 那我開錯了 嗯